第一题 物体吸收热量时温度一定会上升 老师上课说讲过 我们得失热量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温度会改变 吸热的时候温度上升 放热的时候温度下降 另外一种是状态改变 比如说融化跟气化 而在状态改变的时候 我们会有吸放热 但是呢 温度不会发生变化 所以融化的过程中有吸热 但是呢 温度不会上升 所以第一题呢是错的